我跟他講說我想要留作紀念 那你可不可以還給我 然後他說好 他還給我的時候 其實拿到那一刻真的還蠻忐忑的 心裡面難受 因為裡面是兩個張 如果他 我打開裡面是兩個張 就代表說他 可能我們過去的 他不喜歡你他都還給你 對就都還給你 但是當我打開的時候裡面 他的他拿走了 我說我也要很謝謝你們節目啊 因為我之前我一直在找這個戒指 然後我始終找我就找不到 然後我昨天在突然 我本來其實今天要帶一幅畫的 可是我找不到那個畫 應該在我媽媽家吧 然後我就想說戴這個張好了 然後我一打開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戒指 我超級開心的 那個戒指是 那個是高中的時候 他送我的 同一個人嗎 同一個人同一個人 他送我的第一個禮物 我永遠記得他送我的那個地點 就在我們學校公共電話的前面 他就很帥氣 就是你知道男生以前那種便扭 拍拍你 欸 手伸出來 然後手就伸出來幹嘛 他就這樣 還是有 不是握著你的手 是這樣用丟下來的 我永遠記得那個畫面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 對我很有意義的東西 你知道我們難過是什麼嗎 我們在想說演藝圈大家都知道 像這麼好的女孩子 怎麼老是找不到好的男生 不急啦 對啊 好不好 你收拾起你的玩心 我怎麼收拾起你的玩心 這個是他的問題 你怎麼一拖接一拖都沒停過啊 亮澤你笑得很不誠懇啊 你怎麼可能 可能這受的刺激太大了吧 我只能這樣解剖 真的喔 每一段都很認真去愛過 然後有這些回憶真的就夠了 有時候我覺得 人就是只是要這些而已 在於過程嘛 對不對 對啦 沒有辦法擁有 但是聽到這個我們都會想哭了 真的 真的 就像現在要CUE的這首歌 高情勢 有首歌叫范小萱的哭了 來 來 雨又再下了 看外面又濕了 我一直等著 讓舞裡的都亮著 這樣傷心的睡了 這樣壓抑的醒了 想著你要來了 可改變的都變了 可改變的都變了 而孤獨是什麼 心愛是什麼 心愛是什麼 情是什麼 你是誰 我不要再想了 我已經覺得 我不要再想你了 我不想再唱了 我不想再唱了 我已經覺得 而孤獨是什麼 性能是什麼 情是什麼 你是什麼 我不要再想了 我已經倦了 我不想再唱了 我已經哭了 我不想再唱了 我已經哭了 雨又再下了 我在北緯六十九度等你 等一波 來…聊一下 聊一下 真的很有感覺 你知道嗎 不過我也很開心 我跟本瑜 對 你可以講請拍了 打球 真的 真的 她的高爾夫是不是我教她 那可見當時一定是 她的高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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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 給我 好 我們想說那個球桿架 對不對 來 手要放好 你手這個 當時的情景 我說手要握好 然後她就 欸 不好意思 我 她不是這邊 她是喔 每次 所以 所以我就會站在她面前 比如妳這裡 好 我會這樣 轉我這邊 然後我們要打那一頭嘛 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這樣 好 感覺像不像夫妻交叛 妳現在在回憶什麼東西 就這樣叫她打球 然後就特別有感覺 真的喔 因為沒有人要這麼早起來 陪她打球 早上5點欸 對啊 我聽說小田田也都把她早起 然後去把她打球 那時候她還沒有出道 對 天不乾淨 好不好 所以我們好朋友的角度 我們希望看到妳幸福 對 我知道 不過今天聊了這感情的部分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入戲了 對不對 我們這個到時候 北極之光的時候 一起來感動 謝謝 好不好 看看在台上的淚水 看看在台下的感動 我們從4月10號開始在 全世界舞台 然後開始首演 首演 然後一直演到六月份 到時候一定要 對 明年 明年六月 人的相逢就是一種緣分 好不好 是啊 就像 一首歌 剪場 她老婆是李懿君 有唱過 對 她有唱過一首平劇 我們就大合唱一下 好不好 來 直接來 平劇 來 一起來 平極之光 一起唱 我們今天帶有所有的 來 董哥 這一次演出的所有演員呢 一起跟大家帶來這首平劇 也歡迎大家來看我們的 平風 北極之光 夜觀以後將如何結束 至少我們曾經相聚過 不必飛行的彼此約束 更不需要言語的承諾 只要我們曾經擁有過 只要我們曾經擁有過 對你我來講已經足夠 人的一生有許多回憶 不必飛行的彼此約束 更不需要言語的承諾 只要我們曾經相聚過 不必飛行的彼此約束 更不需要言語的承諾 只要我們曾經擁有過 只要我們曾經擁有過 對你我來講已經足夠 人的一生有許多回憶 只要我們曾經擁有過 再一次謝謝我們北極之光 那麼記得我們在北尾六十九度 北極之光 一邊同學進入我們 王牌大秘笈